我們現在開始了 所以我們吃五分鐘開始 所以我們會給多五分鐘嗎 大家午安 你們享受午餐嗎 是的 現在我們來聽這個好聽的故事 我們不是在學習歷史 我們是研究他的故事 他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名的故事 然後就像這樣 然後我們會遇到重力 我們要 還沒開始之前 我們來做一個禱告 讓我們跪下來如果可以的話 您在天上的父 我們感謝您 讓我們的時刻 能夠來看以前的歷史 讓我們從這聖節的歷史中 讓我們看到您是在掌管 但也知道罪和被道 能夠帶領這些後果 通過以色列人的這個歷史 讓我們知道知識其果 當我們看到這些 先祖與先知的這些歷史的時候 讓我們學習到這些有用的教訓 我們知道在以前的歷史 但我們現在也重複著 不只是單單這個名和日期 但是他的宗旨 他的理念也是一樣的 我們很請的靈靈到我們身上 讓我們學習 您要教訓我們的 求主您與我們同在 求您刺動我們的心 祝耶穌的名而祈求 Amen 所以我們的第一節 我們這堂呢 第一堂 就是一個介紹 我們看到這個大藍圖 讓我們知道 巴比倫復興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已經是在很多很多年紀 當他再次復興的時候呢 這是一個非常震驚的事 因為在幾年前呢 這個哈巴谷呢 當這個 他在看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呢 這個巴比倫人呢 會再到回來 我們也知道呢 伊撒亞也是做這個預告 當巴比倫呢 這些使者來到這個庭面 請念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那些人覺得呢 巴比倫他們 並不會在這個歷史上 有很大的權利 但是西西加呢 他並沒有這個機會 來告訴上帝的大能 但是呢 他把他自己的財富 給了別人看 現在你們看到呢 雅述國呢 他慢慢的衰落 然後在最近的幾年呢 那一個時代呢 那個巴比倫國 越來越強大 這些巴比倫呢 他們這些使者 他們還記得 他們在很多年前 在耶路撒冷所看到的 我們也學習到六七二公元前 六二七公元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日期 因為耶利米被呼召 他要成為這個先知的領導 有可能西范牙呢 還有哈巴谷 他們從以前 已經有開始預言過了 但是呢 在六二七年呢 那時候也是有 他們有內亂 那時候呢 那個巴比倫呢 他們就有一個聯盟 那個時候是在 六二六年 還有六二五年 在六一四呢 他們攻打阿蘇 在六一四的時候 只是這個馬代 然後過後呢 馬代和巴比倫呢 一起來攻打 尼尼尾 這兩個是這個 亞蘇國最重要的城市 是 所以呢 這個亞蘇國就去到了 西方 然後在六一年的時候 他們得到了這個哈蘭 就是呢 亞布拉罕以前所住的地方 我們學習到 那巴比倫現在變成 一個非常強大的國 馬代呢 他們其實並不是非常 對其他地方有興趣 因為他們住在山上 現在是這個伊朗 所以當如果你能夠 掌控這一個地區的時候呢 這裡只有這個沙漠 所以呢你就能夠得到 這個沿海地帶 所以我們學習到呢 這些埃及人呢 他們呢已經從這個 以這個亞蘇國獨立出來了 現在他們有點不安 因為呢他想要和這個巴比倫 他們不要這個巴比倫去到他們的這個地方 所以呢這個巴勞尼哥呢 所以呢這個巴勞尼哥呢 所以你可以看他的名字在這邊 所以這個看到這個是 這個埃及人的寫圖 所以他們就要走向上去到北方 可是這個約西亞王呢 這個在耶路撒冷不願意 讓他經過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剛才學的 當約西亞死的時候呢 他們就把他的兒子當封為王了 但是尼哥說 不不不 我要把他的弟弟還是哥哥 把他的名字改成約雅敬 所以他的哥哥已經在埃及死了 就是 所以耶西亞死了 然後約亞盡呢 他是有這個和法老有這個依靠的 所以他是一個惡的王 他被盜 然後那些對上帝中心的子民在以色列 他們非常失望 他們非常的失落 因為從耶利米蘇呢 還有哈巴古蘇 他們從這些先知之道呢 這個巴比倫王應該會被興起 他們不知道怎麼辦 那時候呢 你還記得哪一個巴比倫王呢 他能夠得到這個獨立 然後把他的國家更加盛大 就是拿破破拉撒爾 他呢 他呢 他把這個 加勒底王國 努力出來 可是呢 那個時候 拿破破拉撒呢 他已經越來越老了 所以當 當你年紀老慢的時候 你成為一個王 你會怎麼做 你會想到未來對不對 你會想到以後誰要接續我的王位 所以他有幾個兒子 所以那時候呢 他就把他長子做為這個敘君 所以這個敘君呢 他能夠去做這個軍事元征 他可以去到這個山裡面呢 和一些族人打仗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就看到這個敘君呢 真的是非常有這個才能能夠打仗 所以他就給了越多越多的這個權利 這個是他的照片 他看起來很年輕 就是沒有一個很長的這個鬍鬚 這個是他的名字 你們可以猜猜看這個敘君 他的名字是什麼嗎 就是這個名字 better known as Nebuchadnezzar 其實就是 Nebuchadnezzar 其實就是 Nebuchadnezzar王 其實兩個呢 都可以在聖經裡面找到 所以如果你的牧師呢 在講這個代理二三 你可以告訴他呢 其實我去AOI 我學習到是這麼念這個王的 但是其實不重要 那就是又有另外一個王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們想要呢 把這個亞述國給占領 因為呢 亞述國以前非常大 現在呢 那個亞述國的那些遺居呢 他們現在只在這個小小的地方 他們非常弱 他們自己不能夠保護自己 他們非常弱 他們自己不能夠保護自己 所以呢 這個法老Nebuchadnezzar呢 他就把很多的士兵派守在那裡 為了要確保呢 沒有這個巴比倫的人 來攻打他們 這個卡丁西就是他的名字 這個華語叫做加基米斯 所以我們來到605年 那之前呢 南波波拉撒很多地方都有領土 但是呢 埃及人呢 還是站立的 他們呢 他們呢 就成了這個亞述國的最後的漁民 就是這個 他們其實都是 大多數是這個兵的 剩下來的人 但是呢 有足夠的埃及人呢 在那個地區 來阻止呢 這些巴比倫繼續的攻進 所以在605年這裡時候呢 就這個年份你們每個人都要記得 在那個605年呢 拿破波拉撒在家裡 他想 我是一個老人 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 現在你是年輕人 你很有活力 你去這個加基米斯這個地方呢 你要去攻打他 然後呢 全部都記載在這裡 很容易讀 是說這個巴比倫的歷代 所以這個巴比倫他們每次都會記載他們所發生的事 所以我們來讀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懂你看得到嗎 我會讀給你聽 在21年這個阿喀王呢 你記得那個阿喀的意思嗎 就是呢在紅水過後的他們的名稱 你看到這個時候他們還是喜歡用這個以前的名稱 所以那時候他是說這個阿喀王 他住在他自己的家鄉 尼布甲尼撒王他的長子是敘君 他呢就有這個 他掌管巴比倫 然後他有這個 叫他去打征戰 他就去到這個卡米斯 然後是在這個尤法拉底河的這個河岸 如果呢我要做一個影片 然後你就看到全部都是沙漠 然後呢你又看到這個巴比倫的兵呢在超步 又有很多的這些馬還有這些 然後有聲音操角 就是說到這個哈巴谷的預言 巴比倫人要興起 就好像這個豹子一樣 就好像這個老鷹一樣 然後他們回去到這個 然後他們回去到這個 他們就過河去到這個埃及 就是在這個卡卡米斯 所以他們過了河岸 然後呢他們就彼此征戰 然後這個埃及的人呢就逃跑了 他們完全的打敗了他們 所以他們變成不存在了 所以說呢每個那些逃亡的人都死了 所以在這個世界的歷史上呢是最震驚的這個戰爭 就從那時候開始呢 這個亞述國這個名稱呢在這個歷史上已經被磨去了 已經被解決了 這些埃及人呢他們在逃跑命 然後你不講尼撒王呢 就是那個敘君 他想要為他的名而征戰 他就繼續的在追趕 然後我們來看這邊 然後剩下的那些埃及的兵呢 所以呢他們就已經從這個被敗的這麼快 他們就快逃跑 然後他們沒有這個 使到這些兵器能夠傷害他們 在這個哈馬那邊 巴比倫的這些軍隊呢 他們把這些埃及人打敗呢 沒有一個人能夠逃離到他們自己的國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 因為在那個時候 有可能我們會有假的消息 有可能他們都會說 我是那個時代最強盛的 我們也知道有些埃及人他們 他們還沒有死 可是呢這些 這些巴比倫的軍隊 哦 sorry 埃及人呢他們這些兵制很壞的 沒有人呢會再戰力來反抗這個巴比倫的兵 你再聽聽看 然後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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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尼布甲利山王繼續的佔領 繼續的在佔領土的時候 所以那整個亞述國呢就被尼布甲利山王給佔領了 所以突然他就有一個 pardon 他又有一個講 I mean they didn't have Twitter back then Tweets什麼 You know Twitter 一個訊息 還有一個面子書的訊息 我們知道那時候 他們的這些訊息傳遞 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我們會看到 他們是其實在這個沙漠裡面 有很多這些火的這些信息 他們也是有這種快速的傳信者 他們用這個快馬來傳 可是他的這個兵 他得到這個消息 你的父親去世了 所以這裡說到 所以這個拿破波薩拉爾呢 他在這個巴比倫做完二十一年 就在八號阿布 就是大概四五十六八月的時候 他已經去到了他的這個 這個中址的地方 就是他死了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亞洲國 然後呢在巴比倫的時候呢 那邊沒有王 所以如果你要這個皇位 你一定要快點回去 所以這個巴比倫就快馬加鞭了 有很少的這個精英呢跟他一起 所以呢他們用了好多個星期 快馬加鞭了回到他的國家 他們白天黑夜都在追趕 都在趕回去 因為呢他一定要保守他的這個寶座 所以在八月十五十六號的時候 他父親去世了 所以在九月七號的時候 他就坐在這個寶座上了 所以在下一句這裡說到 所以在一號烏魯魯 這個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名字 所以就是在烏魯魯那個月 他就坐在這個寶座上 巴比倫寶座上 Now here we encounter one of the great problems so to speak in the book of Daniel 現在我們在大人禮書呢 看到了一個問題 Now let's go to the book of Daniel chapter 1 那我們去大人禮書第一章 verse 1 第一節 Maybe you know the verse 可能你已經知道是什麼了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reign of Joachim King of Judah, Nebuchadnezzar King of Babylon came to Jerusalem and besieged it Now the problem is The Babylonian report says nothing of a siege of Jerusalem 這個巴比倫的記載呢 完全沒有說到 圍困耶路撒冷這件事 And that's why many people think the book of Daniel is wrong 所以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會覺得呢 大人禮書是錯的 It cannot be written in the time of Daniel 它並不是在大人禮書的時候寫的 Because Daniel would have known that there was no siege 因為呢 當然你知道呢 那時候其實是沒有圍困的 這個事情 So the question is What happened to Jerusalem 這個耶路撒冷發生什麼事呢 Now as a matter of fact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知道 We don't know when the battle of Cárquimish was We don't know when the battle of Cárquimish was We only know that Na-bop-pull-la-sah died in the middle of August We only know that Na-bop-pull-la-sah died in the middle of August And the year in Babylon started in April 然后呢 在巴比伦他们的年份 是从四月开始的 所以很多人觉得呢 这个加基米斯战争呢 是在大概七月的时候 六月七月 可是呢 这样的话就很难的 直接去到耶路撒冷城 可是我们不知道 这个战争几时 有可能是更早的时候 有可能呢 他们有足够时间呢 占领了蛮多的城市 然后呢 把他们分开的 带到去巴比伦 我们看圣经呢 第一个围困呢 并不是非常的严重 因为呢 只有很少人被奴隶去了 Nebuchadnezzar did not come to destroy Jerusalem at that point Nebuchadnezzar did not come 那时候并没有 要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毁坏 他就来 然后说 Hey guys I'm the new king here 他就跟他们说 我是新的王 I'm the new world king 我是这个新的世界的王 And you need to pay me money 你需要给我钱 Because I'm now I'm on the boss here 因为我是老板 And so in order that you will honor your treaties 如果呢 你需要给我供品 You know if kings would make treaties 这些王呢 他会给这些供品 How do you secure that you actually get the pay that you have actually confirmed 所以我要怎样确保 我可以得到这些东西呢 So let's imagine 你想想看 I make a treaty with Linus I make a treaty Like a Message Like a covenant Oh yeah Like let's say I say to Linus 如果我跟 Linus说 I let you be a small king in your city 我要把你在你的地方 做成一个王 But I'm the boss 但是我是老板 And you need to pay me 10,000 ringgit every year 每年呢 要还我10,000块嘛 So and he says Yes of course Yes of course 好的好的 But then he lives very far away Because Babylon And Jerusalem are far away Right 但是呢 巴比伦 Yerushal 是离开很远的地方 So how can I secure that he will be faithful to this covenant when he is far away and I cannot be all the time at his place 所以那我要怎样 确保呢 这个约呢 是被守的 因为我跟他离太远了 Very simple I take someone of his family 所以我就 我就从他家里中 拿一些人 Maybe his sons 可能他的儿子 Which he has not right now But you know I take his sons 然后我就把他儿子 作为这个 人质 So I will tell him 所以那我会告诉他 If you don't pay the money 如果你不还钱的话呢 You will never see your sons again You think he will pay the money You think he will pay the money That's the idea That's why at the first siege Nebuchadnezzar would only take a few of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royal family as hostages 所以呢 就是在第一次呢 他们围困耶路撒尔圈呢 他们就把几个 这个王室的人呢 作为这个 俘虏 然后人质 Some of the elite young people 有很多呢 是那些年轻的精英 But there's another reason Why he did this 然后有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他这样做 He wanted to train people He wanted to train people So that they might become loyal to Babylon 所以这些人呢 会非常地服从巴比伦 巴比伦 巴比伦 因为巴比伦呢 对这个世界呢 是非常新的 And he wanted young people to be in favor of Babylon so that he could later install them as kings 他们呢 想要这些年轻人呢 喜悦巴比伦王 然后顺服他 所以他们这些年轻人 以后可以作王 So let me just summarize something 所以我就做一个总结 When you google 当你在网上寻找的时候 或者是用这个wikipedia or other secular books 还是用看其他的 这些属于书 你就会一直看到 There was no first siege of Jerusalem in 605 在605年的时候 完全是没有第一次的 这个围攻 Secular history has proven that's wrong 在属世的这些历史呢 告诉我们是错的 But 但是 You know how many sources there are? 你知道那里有多少个资源吗? Two 就两个 One We just read 一个呢 就是跟我们所读到的 It just leaves open 它就是这样子开放的 And the second source 第二个呢 That's a few hundred years later 就是几百年过后呢 By a guy called Berrosos 有一个人的名呢 有一个人 He said 他说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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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After he arranged affairs in Egypt and the remaining territory 在他已经把这个外交 还有在埃及 还有其他的地方 He ordered some of his friends to bring the Jewish 他叫呢 他叫呢 他一些朋友 带这些犹太人 叙利亚人 埃及人的这些囚犯呢 以及其他的这些兵定呢 他们一起 还有其他的这些 供品呢 去巴比伦 He himself set out with a few companions and reached Babylon by crossing the desert 他没有他和其他的 几个同伴呢 他们就 从这个巴比伦 越过了这个埃及 来抵达 所以这个理念呢 就是这个巴比伦 他和几个 这些兵定 还有这个用马呢 快马加鞭的回到 可是呢 其他的兵呢 还有这个 但以利 还有其他被辱虐的人 他们慢慢地 就走回去 巴比伦 所以这个就是 但以利的故事 我们并不知道 但以利那时候的年龄 但是呢 他应该是你的年龄 有可能是年一个 可能他在十七十八岁 那时候他被掳了 因为这些小部分的精英呢 他们必须要受训 在巴比伦里 你想一下 这么长途巴涉的 他们就来到 这个巴比伦 我就忘记了一些 所以我就 告诉你 所以我们就继续 从这个大眼里继续 你知道吗 这个加米基斯战争呢 是在圣经里面 有找到的 如果你要读 关于这个战争呢 你可以读 这个耶利美书 第四十六章 是非常 非常有趣的 然后我们回到 这个但以利书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他们来到了巴比伦 他们并没有被关起来 他们其实被放去 学校 他们要学习一些东西 你知道他们要学什么吗 你们猜猜看 我告诉你 就是这些文字 真的是一个很喜悦的事 让我们学习这个 迦勒底人的语言 圣经说呢 他们就要学 这个家里的人的语文 还有他们的学士 就是巴比伦的人 记得我们说到 这个图书馆 我相信呢 他就是读到 这些巴比伦 他们写到 关于这个洪水的事件 他说你写错了 他不是这个名字 他应该叫挪亚 他并不是只是 这个洪水不是八天而已 应该是很多几年的 因为呢 在这些外邦人的 这些异教呢 他们都是有 改变一些这个历史 就好像我们去到 这个社会的大学 我们其实不能一直 够相信我们所被教的 所以丹利和他的朋友呢 需要坐下来 看一下哪个是对 哪个是错 他们怎么知道呢 他们用圣经 他们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被 这个 耶利米的 这个 预言而影响 也会是母猪桌 告诉我们呢 但丹利是在 这个耶利米宣讲 他的这个 预言的 这个家庭里面 长大的 所以呢 他们怎样呢 来去 跟这些巴比伦 告诉他们 这个新奇点的讯息 为什么你要吃 全素呢 因为呢 你可能可以 避免这个 糖尿病 心脏病 我告诉你 但丹利和他朋友 说是什么 十天过后呢 我们会比你好看 我们更加强壮 我们更加聪明 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呢 聪明还是比较好看 或者是 比较好看 女生想要更加俊美 每个人都想要聪明 所以呢 这个是丹利里 他的诉求 所以这个是非常 有功效的 所以他就开始了 他的学习 在这个学习 这个加勒底的语文 但是呢 他继续地持守 他的信心 学习上帝的道 然后 然后 然后下一年呢 当带你学习 这些弃性文字的时候呢 你不讲述上面 就继续地去征战了 每年 在这个 early period 他会进去 巴勒斯坦 和西亚 和取取取取取取取 每一年呢 他这个 你不小心杀王呢 都会去这些巴勒斯坦 拿其他的一些领土啊 去拿他们的贡品 所以呢 他这次呢 去到这个 亚实基伦 是在这个 西方的 这个海岸 为了证明的 他已经占领了 他已经占领了耶路撒冷 是他必须要经过这里 才能够继续地往南去 虽然每一年都有经过耶路撒冷 可是他遇到一些问题 让我们看耶利米苏36章9节 耶利米苏36章9节 耶利米苏36章9节 犹太王约西亚的儿子 约亚近第五年九月 耶路撒冷的重民 和那犹太成义 来到耶路撒冷的重民 在耶路撒冷面前 宣告禁食的日子 然后呢 在这个 列王纪下 24章7节 这里说到 这个埃及呢 被鼓励了 这些埃及的兵丁 出不去埃及 但是呢 布甲尼撒王呢 他能从城市到城市 然后去收集他的贡品 那时候呢 耶路撒冷 他还是有一个王 他们呢 也需要交这个贡品 给布甲尼撒王 在603年的时候 我们去到呢 甲尼撒王在位的第二年 虽然呢 他只是在位了几年 他一直在考虑 在思考 以后呢 我的国都会是如何 现在那么大 就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呢 我们可以差不多 攻打了全部的世界 我会像我的爸爸这么成功呢 会不会有可能 有人来谋杀我呢 会不会有好像 这个王这样被儿子杀死呢 他可能在想一下 以后会发生的事 所以这个你不喜欢杀王呢 他梦见了 所以当他做梦的时候 当他做梦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大象 你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 所以我不会继续在深入 你知道他但一里和他的朋友 已经考过试西哥了 他们是比其他人 更加的聪明和智慧 因为那个时候呢 巴比伦称呢 是所谓这个学习之都 现在这个王 听到了这个梦的解释 讲解 你是呢 那镜头 你想想 他会怎样觉得呢 你是最有大能的王 你是那个镜头 你说我在想 但你呢 他需要一些信心呢 继续 因为呢 他会说 那你呢 会有另外一个国度 我们就看到这个兵丁 拿着这个刀 你怎么说 在皇帝的宫 那他的宫 会不会永远 你怎么可以说 我的国度不会长久 Nebuchadnezzar said No no Let him tell me what is coming 你们不要这样做 让我来听听 答应你所要说的 所以呢 Nebuchadnezzar was very impressed 所以呢 你不见他 非常地震惊 四个国度 然后就会被分裂 然后就是世界的末制 没有人知道呢 下一个王朝是谁 Actually as they were looking around 但我们在看的时候 Maybe they thought it could be Egypt Right 有可能是埃及 Maybe this Lydia which was a kingdom in western Turkey 有可能呢 是在这个 土耳其的那一个王 Maybe the Medes 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王 Who knows 我不知道 One thing for sure 但是他确信了 Not the Assyrians 肯定不是亚述国 因为亚述国 已经不存在了 So What do you think Was Nabucadnezzar impressed Yes or no So you think 你不喜欢杀王 是不是很震惊 驚訝 Yes or no 是不是 He was very impressed So he was very impressed And now we again at the crossroads 我们又是在 这个十字路口 So you can see As you follow these episodes You will see It was one crossroad after another crossroad So you can see 到我们讲座 学习的时候 You can see 很多十字路口 Once again The King of Babylon is open to the gospel 就在这个时候呢 也不喜欢杀王呢 接触了到了 这个福音 And now someone is there to actually help him Daniel and his friends 现在呢 他带你 和他的朋友呢 是能够帮助他的 But you know their efforts get stabbed into the back 可是你知道了 他背后的 插了一个刀 You know why 为什么呢 The King of Jerusalem 这个耶路撒冷的王呢 约亚敬呢 他在下一年呢 在620年的时候 他说 I will not pay any money to Nebuchadnezzar again 他说 你不准备上万 我不要再 贡品给你了 And I guess Daniel was like Oh no We're just trying to show that we are very faithful And honest and nice people And why are you rebelling 我才要想要告诉你 我们是上帝的子民 我们非常顺从 我们非常的有礼貌 Have you ever experienced You're doing something for the Lord And then the church Just messes it up 你看有时候 你在想 有可能我想要 为上帝而效力 可是呢 我的教会呢 就把所有东西 撒乱了 All my work is just in vain 我所做的都 百费力气了 That happened to Daniel 这个就是 戴尼里所发生的事 So Nebuchadnezzar Ellen White actually says Nebuchadnezzar was kind of irritated 所以那坏师母说到呢 戴尼里他非常的 这个烦躁 I know these four Nice Hebrew guys 因为我们知道 这四个 很好的西伯来人 Smart Strong Good looking 他们呢 有智慧 强壮 然后好看 Nice Friendly 又是很好 友善的 Vegan 他们是吃 全素了 I mean almost almost angels 差不多像要天使 这样的 How can it be that they belong to the same church as this rebellious obnoxious Joachim 为什么他们和 这个约雅经 是同个教会了 So by the way 所以呢 The Babylonians would always do astronomy 巴比伦呢 他们看这个天文学 And the next year in 601 There was a partial moon eclipse 所以呢 他们在601年呢 有这个半月时 I think that Daniel Also was watching 我觉得呢 但以他还在看这个月时 Because for sure he was also trained in astronomy 因为呢 他也是学习了 这个文学 But we need to go back to our chronicle 天文学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这个记载 So Here we go 我们看这里 So here it describes 他每次都会接受到贡品 在601年 让我找一下 在这里 就在某一个月 He took the lead of his army and marched to Egypt 他呢 带了他的兵丁 然后向 The king of Egypt herded and mastered his army 去到了埃及 然后埃及的王呢 就 打 Master 是什么意思啊 就围困了他的兵 So Nebuchadnezzar wants to win against Egypt He wants to overthrow Egypt 然后你不准 上王呢 他就要攻打这个埃及 But listen to the report 然后我们来看 In open battle they smold the breast of each other and inflicted great havoc on each other 所以呢 他们在这个公开的战争里面 他们互相的残杀 The king of Acre turned back with his troops and returned to Babylon 然后呢 这个阿卡王呢 他就带了他的贡品 回去了 这个战利品 回去了巴比伦 He was not able to take Egypt 他呢 不能够攻拜这个埃及 And in Jerusalem the king said 然后这个耶路撒冷成的王呢 Maybe we should unite with Egypt 有可能呢 我们和埃及要联合起来 Maybe together we can throw off the yoke of Babylon 如果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巴比伦的 这个家父啊 给释放了 So Babylon was of course not excited that Jerusalem was in apostasy 所以呢 in rebellion 所以呢 这个 你不讲 这个巴比伦呢 他们对这个 耶路撒冷的这个反叛 非常的失望 And they told you Every year Nebuchadnezzar would go back to the same region He would make war against one city or another city 所以呢 每一年呢 这个你不讲 上王都会去到 不同的城市去攻打 One time he would even go into the desert And fight against the Arabs 他呢 也会去到这个 这个沙漠地方呢 和这个阿拉伯的地方 You can find about this in Jeremiah 49 28 to 33 你可以在这个耶利米苏49章 28到33节看到 But then in 598 但是在598这个年份 In the end of the year 在这个月尾的时候 He actually goes to Jerusalem 在年尾的时候 他会去到这个耶路撒冷 Now it's enough 他说现在足够了 I want the money I want the gold I want the gold I want the gold If you don't give it to me I will just capture the city 如果你不要给我钱的话 我就要把你掳走 Now while the Babylonians are fighting against the city 当这个巴比伦人呢 在和这个耶路撒冷城 征战的时候 The king Joachim dies 这个约亚境呢 就死了 你知道他的 接下来是谁吗 His son 就是他的儿子 叫做约亚勤 And he only lived for a few Like he only was king for a few months 他只是执政了几个月 Because at the early of the next year 因为在这个 下一年的早期呢 在597年 Actually the people said OK like it's too much We're giving in 就是说我们给了很多了 够了 So the king went out of the city and said OK I like white flag right here 这个王呢就说 我举白旗了 投降 So Nebuchadnezzar said OK So Nebuchadnezzar said I put you into Babylon 现在我又把你 放去这个巴比伦的监狱 So this king Jucaniya was put into Babylon 所以这个 约亚境呢 就被关在 巴比伦的监狱里面 And Nebuchadnezzar said This time I will not take Just a few people with me 然后呢 这次你不讲 Nebuchadnezzar王呢 就说 我不会带 我不会带很少的人 I will take Thousands And like many thousands 我要带 很多千千万万的人 千千的人 I will leave only a small portion back in Jerusalem I will leave only a small portion back in Jerusalem So this is the time Where the first massive amount of people We are now carried to Babylon So this is the time 其中一个呢 叫做以西迭 他就在那个时候呢 被掳走了 And so he collected The booty 所以呢 他就走到了 很多这些猎物 And he said I need a new king He said I need a new king Oh by the way You want to see something interesting So you want to see something interesting He has that siege Described in the tablet of the Babylonian Chronicle 我们就看到 在这个巴比伦的 这个石板上 所记载的 He says here He says here In the seventh year That is 598 597 The month of Kishlimu 在第七年 就是598 597年 在Kishlimu的这个月 The king of Akkad That mustered his troops Marched to the Hatiland And besieged the city of Judah And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month of Adaru He seized the city And captured the king 这个亚卡王呢 他就带着他的这个兵队呢 去到了Hatiland 然后他去到 这个伊路撒冷城呢 把这个王还有 这个王抓了 然后攻略了这个城 This is why we can actually Give the very date of the capture 15-16 March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非常清楚的 这个日期 就在3月156号 公元前597年 因为呢 在这个巴比伦呢 他们非常仔细清楚地 记载了这个历史 And then it reads He appointed their king of his own choice Received the Tsevri Tribut And sent to Babylon 所以呢 他就选了 他就选了一个王 然后很多的这些贡品呢 就被送到巴比伦去 So this is evidence written in the time of Nebuchadnezzar himself 就在尼布加林的时代呢 这个就是证明他们所记载 在石板上的 And it proves the Bible right 也能够让我们证明呢 圣经说的是对的 Is that exciting? 你是不是对不对 学得很正式愤吗 Tell you what 告诉你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You know who excavated Babylon? 你知道谁去攻打巴比伦? Who excavated Babylon? 他 Like digging up the ruins Oh 他去考古这个巴比伦 Tell you a secret 我告诉秘密告诉你 The Germans 就是德国人 And so they gathered All they found And they didn't ask any for permission They just brought it to Germany 他们呢就没有拿 这些认证 他就把所有这些 找到的东西呢 全部带回德国 他们就把所有东西 放在这个博物院 可是呢 他们找到了 很多的这个石板 And it's very hard to read 很难读 明白 And only few people could read it 就几个人能够读 So some people even today 所以有可能今天呢 They're sitting in their museum 他们坐在这个 博物院里面呢 And from morning to evening They're just reading these tablets 所以呢 他们就是可能 在阅读这个石板 Right And so I think in the 50s 所以就在15世纪的时候呢 A British man 这个英国人呢 He was a Christian 他是一个基督徒 And a professor 然后也是一个博士 And while he was reading 然后呢 他当他读书的时候呢 Date na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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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Kind of very boring 所以这个教授呢 他在学读书的时候 非常烦闷 Many texts about astronomy 很多呢 这些字句呢 都说到这个天文学 And about economy 也关于到这个经济学 And all kinds of nommies I don't know 很多的学 He suddenly found this line 突然就看到这个 He captured the city of Judah He captured the city of Judah He captured the k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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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Appointed another king He又递了另一个王 And this professor I guess he was leaping Yeah Wow I found something 所以这个学者呢 他就讲 Wow 我找到了一个新知识 There was considered a sensation in this day 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时候 我们能找到呢 这个圣经里面 所证实圣经 是说的是对的 So you ought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excited about that 所以呢 你就会更加的 这个振奋 So someone tells you Oh the Bible is a fairy tale 所以呢 很多人告诉你 圣经只是一个童话 No I have read the cuneiform text myself 我告诉你 没有 我已经读了这个弃形文字 当然是在英文的 But I know what the Babylonians wrote themselves 但我知道呢 这个巴比伦人呢 他们自己所写的 So who was this new king? 所以谁是这个新王呢? He was called Matanya 他的名字原本是 Matanya Means gift of the Lord 是说上帝的礼物 But Nebuchadnezzar said I change your name 但是你不讲述说 我换你的名字 You shall be called Siddiqiah 所以他就叫做 Siddiqiah The Lord is just 上帝是公正的 And now listen 现在听 Nebuchadnezzar said to him I don't want to have another disaster like the other kings I'm the boss I make the rules And you will not rebel You know how old this man was? You know how old he was? 21 So Nebuchadnezzar was standing before him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Joaquin? He's already on his way to prison So if you rebel You will go in his cell Will you be faithful? You will be faithful? Yes I will Yes I will Are you sure? You sure? Yes of course You can make an oath? Oh yeah I swear The truth Not about the truth And then Nebuchadnezzar said You must swear by the name of your God Of Yahweh You must swear by the name of your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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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21 year old Siddiqiah So 21 year old Siddiqiah 就启示 By the honor of the Lord Almighty 用我们至高无上的名来启示 That he will not rebel He will not rebel If you want to know how the story ends We want to know how the story ends We'll just continue We'll have a 30-minute break We'll have a 30-minute break We'll have a 30-minute break And then we'll back for episode 3 And then we'll back for episode 3 And then we'll back for episode 3 10 minutes You want more time or you want less time for break Now it's 2.30 Now it's 2.30 So come back at 2.45 Thank you so much that we can see that the Bible is proved in by secular historical sources Thank you that some of these things have been rediscovered So we may know we're not falling some fails But it's real history But more it's sacred history And as we continue to learn all this Remind us that we are in similar positions And our decisions as well have an impact on our future We'll speak with us as we continue in 50 minutes And just give it a brea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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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